《陈庚兵团》 《十三军》、《十四军》和《十五军》 该兵共十万余日 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 陈庚兵团麾下三位军长 建国后都授与什么军衔 《十三军长》是由周西汉将军担任军长 可以说在整个中原野战军中 周西汉都算得上顶级猛 像抗日战争中 他率部赶至阳岭与日军接火 刘说这下好了 自门的赵子龙来了 到了解放战争 他消灭湖宗南的天下第一旅 在淮海战役打抗黄维的十二冰团 周西汉晚年常说 黄维虽不是我旅旅的 但他是被老子打垮的 据统计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 周西汉是必服敌将最多的一位 建国后在一九五五年 周西汉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 十四军长是由李成芳将军担任军长 强将手下无 若兵 作为陈庚麾下的军长 李成芳将军自然也是一员猛将 就连陈庚大将都说 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指挥人的李成芳同志 已经成熟了 解放战争 李成芳将军战绩着陆 他参加创建运西解放区 即参加郑州战役 淮海战役 组织指挥第二野战军 第十四军进军中南 参加广东战役 广西战役 截断敌军103式的向西逃跑路线 真正实现了 毛主席在广西境内歼灭敌军的战略意图 建国后在1955年 李成芳将军被授予中将军衔 十五军长是由秦纪伟将军担任军长 可以说 在陈庚兵团麾下三位军长中 秦纪伟将军在建国后算是官运最好一个 后来担任国防部队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到1988年 又被授予上将军衔 可能在解放战争中 秦纪伟带领的十五军 没有什么太突出的辉煌战绩 但是 让十五军名扬天下一战 则是上甘岭战役 这一战秦纪伟将军 打出了国 威军威向世界显示了志愿军应有顽强的战斗作风 从而加速了谈判的进程 也让秦纪伟将军得一千岁军的称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